抗压性就是对天父信心坚定 文武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朝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诗篇第57篇 这首作品的内容是大卫在漆黑的洞穴中 向天父献上的祷告 而他使用的曲调也很特别 叫做修药毁坏 这是百姓们在采收葡萄的时候很常唱的调 这种调传达出了一种精神 就是任何苦难都破坏不了灾众的品质 这正好呼应了大卫当时的处境与呼求 因为扫罗的人马正从四面八方步步朝他逼近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57篇 诗篇第57篇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硬下 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那要吞我的人 辱骂我的时候 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躺卧在信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 剑 他们的舌头是块刀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诛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 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吊在其中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我的灵啊 你当醒起 琴瑟啊 你们当醒起 我自己要及早醒起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地帮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诛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仓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诛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当时扫罗投入了大批人马 成天追捕大卫 所以大卫不管逃到哪里 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 躲躲藏藏 每天都压力山大 然而在这些压力之下 大卫依然充满信心地说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就像是在宣告 任何的压力也无法碾碎我 因为我的神就是我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 你的生活中也有许多 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吗 鼓励你今天就把你最近的压力 都一一交托在天父的面前吧 安静下来慢慢想慢慢说 慢慢在祷告中坚定信心 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力量 这力量会帮助我们 胜过一切的压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将所有的压力交托在你手中 求你在这些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刻 兼顾我 做我的力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让神做永远的后盾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